好,各位大家兄弟们,这里是韭菜兄弟,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在NFT交易上的一个AMM系统 我们知道现在NFT的龙头毋庸置疑,可以说是 千年不变的老大,OpenSea,对吧,OpenSea占了整个交易量的90% 接下来的话可能是LuxRare和X2Y2 LuxRare和X2Y2里面存在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刷单的问题 因为你互相刷的话可以获得它代币的奖励,所以刷单非常的严重 尤其是X2Y2它几乎没有任何的手续费的情况下 就0.5%的情况下刷单变得非常非常的严重 好,如果你对这些协议了解的比较深的话 你就知道这些协议其实上是一个半去中心化的协议 有一部分还是中心化的 包括它的订单簿的这一块是中心化的 所以你们可以看这些你发一个order 其实是,比如说我改了这个价格对吧 其实是不需要付任何guest 因为它没有上链 它没有上链 比如说我现在2.39变成2.38 在这个情况下,我只要签个名就可以了 我就签个名就可以,确保是我从我的钱包账户里面出来的就可以了 对吧,直接变成2.38 其实这一块它其实不是上链的一个过程 那同样的X2i2和Loxray 它其实也是用了和OpenSea非常类似的一套机制 所以也是不需要上链的 好,但是所以被人家诬病不是完全去中心化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流动性会比较差 比如说以NFTWords为例 现在的floor price是1.7 但是bestoffer是1.4 就差了0.3个仪态 其实这个流动性这个滑点还是比较高的 高达百分之 算一算对吧 0.3除以1.7 高达百分之17 就是说如果你想急需套现的话 你只能以1.4左右的价格卖掉对吧 要不然你是卖不出去的 那如果你在NFT世界玩的比较多的话 你肯定知道是sudo swap sudo swap早期的版本是这样的 早期版本是一个OTC对吧 所谓的OTC就是说你可以create一个swap 你可以去指定和谁 和谁去accept 对吧 比如说只有某一个人 你们在discord里面聊完之后 对吧 可以在这里去create一个swap 把资产互相换对吧 这边可以换usdc 可以换其他的NFT都可以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handy的ERC20 可以是 虽然界面做的比较粗糙 但是这个确实是有需求的 因为首先opensea的手续费贼高 对吧 2.5% 所以很多人现在都去list到 这个x2 y2里面 x2 y2但是你list的话 好像不能定向list 可以定向list 就是确保某个人去买 那速度速就可以 你可以定向给这个人去买 你去create之后 让他去买 这样的话就会比较安全 不是说你们在discord里面 聊完之后不小心点了一个什么link 导致被黑了什么 之前这种事情也发生过对吧 就有的人直接传给你一个link 你一点背黑了 所以这个 URL也叫地主 Citoswap最近出了一个VR的版本 他这个VR的版本就引用了这个AMM的机制 Automated Market Maker这个机制 这个机制在NFT的领域里面是比较有意思的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那最近让我对这个项目产生兴趣的话 是这则新闻 uniswap将会集成PseudoSwap 来to access deeper NFT的query 获得更加深入的NFT的流动性 这个新闻是比较有意思的 我们知道scot scot之前是在geniswap 是一个NFT的聚合器 自己创业 然后被uniswap收购了 今天发了个推对吧 他会进行PseudoSwap的support 什么是PseudoAMM 到时候我会来给他演示一下 大家就很容易去理解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uniswap是去中英化交易所的 第一把交易对吧 24小时超过了10亿美金的交易量 超过10亿美金的交易量 PseudoSwap现在可以说是NFT领域的第一个 AMM的交易 去中心化的交易所 对吧 就是他们两个结合一下会发生什么样的火花 我们要拭目以待 同时我们也给大家一个信号 就是uniswap 现在不光要做fungible token ERC20 token的一些交易 接下来毕竟100%会进入NFT的交易所 他要去和OpenSea进行一场抗争 当然OpenSea的那套模式 和uniswap的一套算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的机制和底层的一些协议的算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谁能胜出 那我们就要拭目以待 对吧 拭目以待 一半是链上一半不是在链上 这个它的区别 那viewcollection 我们可以看到他现在collection并不是很多 并没有很知名的 那可能比较有名的就是otherdeed the other side 对吧 猴子的土地这一块 那我们就以otherdeed 为演示 我们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那个这个这个这个左上角有个红的小点点 对吧 这个代表这这七个东西代表了一个一个池子啊 就一个人做了一个池子啊 这个红的小点点和这个有点不一样 对吧 粉红色的这几个又是一个池子啊 就是这个黄的代表了一个池子 对吧 然后还有这个紫的啊 又是一个池子 一共有这些池子 大家在这边放了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当你点了之后 对吧 选择了之后 是2.455是它的地板价 当你买了一个之后 它的价格就会上升 第二个就变成2.476 对吧 第三个就变成2.497 第四个就变成2.5 看到吧 就是它的一个根据自己的一个曲线 会价格不断上升的一个过程 当然很好理解啊 你买了之后 这个池子里面的NFT又少了一个 那就意味着它NFT的溢价会往上升 对吧 就比较容易理解 然后因为我是没有土地 所以我不能给大家演示sell 但是没关系啊 我们可以看到 你在这边 去操作的话 比如说 在在在在在 对在你 你可以撞 我前面在测试的时候 自己玩了一下 对吧 你可以自己创造一个池子 创造池 这是它最核心的地步 它有三种不同的表现方式 第一个 只会买入NFT 买入NFT 第二个只会卖出NFT sell NFTs for tokens 现在它只支持以太 好像 第三个就是提供 既提供NFT 又提供以太 你还可以获得手续费 这个就非常非常像 uniswap了 提供流动性 那我们就以这个为例 这两个其实就是这个 和这个就是 是一样的把它拆分开而已 那我们现在看 以这个为例 这个是最有意思 比如说我现在 会depotate什么token 对吧 我depotate以太 第二个 我depotate什么 什么什么 什么NFT项目 比如说我们以最著名的猴子为例 PAYC为例 就是第一步 对吧 你可以选择 这个是不是只能选 对目前只有以太 第二步 你就要定你的一个数学的模型 比如说你的手续费要多少 每出一笔的手续费多少 那OpenSea说2.5 我说2 很正常 对吧 第二个 你觉得你的studying price是多少 那我们来看一下猴子 猴子在这边的studying price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 对吧 BAYC 它的flow price是92 好吧 那我们就定90 好吧 定90 给大家有一点吸引力 定90 对吧 我的stating price是90 然后呢 我像会选择我这个价格的一个曲线 是线性的 还是指数型的 线性 线性的一条曲线就这样 好吧 指数型的这条曲线就这样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Linear curve 对吧 这个应该是 大学数学 还是高中数学 对吧 线性的就这样 每次增加的价格比例是一样 expotent exponential 对吧 指数型的 指数型的一条曲线是这样 一开始是比较平缓的 当经过一个度之后 它上升就比较陡峭了 对吧 比较陡峭 然后不同的指数型是有不同的 这个是最对基本的一个指数型 对吧 因为它应该是什么 对 指数型成长 对吧 你看线性是这样 一开始比它多 对吧 但是到后面 看这个 线性一开始是这样 这个数学模型 一开始的价格是比较高的 但是到后面之后 就没它高了 就这个曲线 好 那我们为了理解方便 我们就用线性 好吧 就是每 每次 卖掉一个NFT 对吧 你的价格 我就觉得多5个以太 好吧 多5个以太 那比如说 我现在 要提供 10个BYC 作为流动性 对吧 我要买 10个BYC的以太 作为流动性 那这什么意思呢 通过这样的一个设定 我可以看到 我需要提供595个 以太 作为 流动性的一方 以太 对吧 还要提供10个BYC 作为流动性的另一方 对吧 那这条线就很清楚了 就第一个 我的出售价格 这个红的是卖 对吧 第一个我的出售价格是90个以太 当我卖走之后 这个价格局限 就会往上走 对吧 就会往上走 第二个我卖的就是95个以太 95以太 第三个我卖的就是100个以太 但我全部卖光之后 就是135个以太 对吧 135个以太 是这个意思吗 那同样的道理 当 我买入的价格 我第一个 我会81个以太的时候 去买入它 我买入第一个 81个以太 如果猴子 在市场上有81个以太 我愿意去买 跌到81个以太 然后猴子跌到76个以太 我再去买 跌到71个以太 我再去买 到66个以太之后 我再去买 对吧 就这样 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一直到最后 最终我可以买10个猴子 就是37个以太 如果猴子地板价 跌到37个以太的话 我就可以 我整个池子里面 绝对于是有20个猴子 对吧 然后卖的话也是一样的 每上升我去卖 每上升我去买 然后每一笔买卖 我就会获得2%的 这样的一个手续费 就是这样的一条曲线 当然你可以用这个百分比 就是说5% 我觉得更加合理一点 90 94.5 99.5 104 对吧 这样的一条曲线 然后下面的话是到53 对吧 到53 就是你要模拟一下 这个猴子的这个区间 对吧 有多大 如果你觉得猴子 可以在这个之间震到 就是说最高是139 最低是53 你要提供667个以太的流动 和10个BYC的流动性 你是能够坚持 你是觉得可以的 那其实是不错的 因为等于是手续费都被你拿到了 对吧 被你拿到了 而且应该在这上面去进行买卖 连板税都没有 对吧 没有板税的 板税的概念是在 openc上面的一个概念 对吧 你是在openc上面去设置的 板税是多少 除非你是在合约里面设置了板税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 这个板税是一个平台的概念 像在猴子的合约里面 是没有设置板税的 所以你在这里面买 不仅能够省openc 2.5%的手续费 还能省猴子的2.5%的手续费 板税 前前后后就省了5% 对吧 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说你可以把这个价格 再高一点 只有3% 因为在openc上去一个买卖 就5%的一个费用没了 对吧 同样道理 如果你在X2 Y2里面 你没有去设置 设置这个板税的话 那也是不会收的 也是不会收的 这个一进一出就差了很多的 这是一些小技巧 好 这个就是这个sudo swap的一个 非常直白的一个理解 他就通过这样一个AMM的一个曲线 互相提供流动性 里面的猴子越少 当然 池子里面猴子越少 当然价格就越高 池子里面猴子越多 然后他价格当然就越低 价格越就越低 就是在这条曲线上进行 你看 我去买10个7个NFT 10个NFT的时候 就把我资金全部弄掉 对吧 就这样的一个曲线 但是如果你买到10个NFT的时候 其实已经到这儿了 你再去卖的话 应该是从这里面卖 不可能等到这边去卖 这不make sense 肯定是在54.685去卖掉一个 然后这里卖掉 这里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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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这 对应该是这样的比较合理 我觉得 所以这条曲线是这样 曲线是这样 然后下一步 你就去提供流动性对吧 如果你有很多盒子 并且有655个以太 不妨去尝试一下 还有一个很关键 那很多人说这个NFT 不同的NFT有不同的吸引度 那你放在这个池子里面的 BAYC 你肯定是放的 价值是非常相似的 10个BAYC 10个猴子 对吧 或者是地板架的10个猴子 或者都涨了很少的10个猴子 要么就是这一批都是金猴 都是金猴 就他们的价格 其实相差不大的 这样的一个东西 如果你里面又有好的 又有坏的 那这个模型很明显是无法 是不成立的 是不成立的 对吧 因为好的NFT 稀有的NFT的溢价 不是什么5% 可能是一倍 对吧 普通的100个以太 好的可能200个以太 所以说放在一个池子里 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不make sense的 好 那今天这个视频 我们分析的sudo swap就到这 不知道各位大兄弟们怎么看 我觉得就目前而言 我感觉还是有点牵强 也比较复杂 玩NFT的人去搞一个AMM 这个还是需要时间的去积累吧 其实最最容易理解的 还是OpenSea的这种模式 对吧 就挂单模式 挂了之后有人去买买 这个是最最容易理解 评良心说 像sudo swap这种有带点金融的AMM的自动做事商 稍微有一点搞脑 特别是对玩NFT的人来说 艺术家来说 那这里是韭菜兄弟 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如果喜欢我视频的话 记得给我点个赞 那我们下视频见 Peace